歡迎收看烈玩家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Dudu 今天要介紹這款遊戲在推出之前 你可有想過 種田有一天也可以當成 電競比賽的項目之一嗎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玩家 都不知道這款遊戲到底在玩些什麼 不過沒關係 本作即將在下個月 正式登上手機平台囉 今天就帶著大家一起來回顧一下吧 光看各位可能還會覺得有點無聊 但實際下去玩了以後 以對遊戲的看法 說不定就會有180度的轉變喔 這款模擬農場 百萬農青大作戰19 早在先前於PC平台上推出時 就已經造成了不少討論 雖然本作主打是款休閒模擬遊戲 但事實上裡面卻暗藏了 許多非常複雜的玩法與技巧 作品甚至延伸出了電競比賽項目 在國外辦起了大型聯賽 在遊戲中 玩家們必須想辦法要在有限的資源內 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農業王國 不管是要選擇規劃出農田種植 所需要的農作物 還是要騰出空間 飼養牛 羊 豬等家畜 這都非常考驗操作者自己的決定 而如果想要玩深一點的話 玩家們還得進一步 熟練各項細節與功能 比方說各類載具的使用時機 或者是將收成物 用特殊的方式進行運送 以利自己獲取更多資源 每項細節都必須把控到最好 才能成為一名頂尖的農場經營者 光講可能各位還是不太能瞭解 但別擔心 百萬農青大作戰20 即將就要在12月3日 正式登上Switch以及手機平台囉 如果各位也對這款作品 相當好奇的話 不妨到時可以去宰下來體驗看看 說不定玩熟了以後 你還有機會到國外成為一名職業選手 也說不定唷